如果作品能够在法国罗浮宫获奖 这些创作当然都是一时之选 台湾也有不少艺术家获得了这份荣耀 元雄人文博物馆就特别将这些作品收集起来 并且举办了艺术展 希望能够带动港都的艺文风气 元雄人文博物馆高雄奔馆以风华在线为主题 展出数十幅名家作品 其中不少本土画家以高雄景点为主 画出一幅又一幅充满港都氛围的作品 难得的是国内知名珠宝艺术家吴嘉珍 更是首次公开精湛的工艺珠宝画 我就想说把它创作成一个珠宝画 那用精湛的工艺的技巧去做创作 然后相砍用起爪子的方式去相砍336颗宝石 那其中的特色是可以从画中把两个坠子取下来 可以佩戴 那比如说要出去的时候可以做装饰 那回来的时候可以把它收藏在画中 五颜六色的宝石镶在画板上让人看了目不暇己 策展人感谢博物馆提供多元艺术发展平台 让曾在法国罗浮宫获奖的台湾名家 透过艺术改变高雄城市的生活美学 邀请了我们七位艺术家进行连展 那我们这次的邀请了水墨画家李奇茂老师 以及李登胜大师 还有陈静海老师 以及雕塑类有这个我们萧启朗老师 以及珠宝类我们邀请到国际知名的珠宝艺术家吴嘉珍老师 我们希望能够从艺术能够从高雄崛起与世界接轨 远雄人文博物馆一向是支持我们在地的艺术家 那这次也透过了就是说卢浮宫的获奖的名家 来这个博物馆来做展出 主要也是提升高雄的一个艺术气息 以及人文的一个文化 那也展现出高雄的一个风华再现 这次展出的作品不论是观赏或是收藏 都非常具有价值 官方希望透过这些获奖名家的偶心之作 提升人文艺术气息 进而培养高雄的软实力 港部新闻吴秉人罗绍军 采访报道 吉祥传博物馆 吉祥传博物馆 巨主